各位观众,我们公联网台新一载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旁边一位旅游工会的方远 我们再旁边一个我们饮食工会的必闻 今天我们要重点去讲一讲 最近的暴力冲击事件对我们打工仔的影响特别 可能都涉及各国的欺民的问题 这件事里面都看到性质有些变化 最近刚刚看到公布的旅游数字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下跌是跌了31% 其实这个已经低估的,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跟去年的8月头比较 是没有算到去年9月份或10月份 我们讲港主流大流通了车之后 另一个就是西九通了高铁之后 突然多了100万,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输突了 就是说之前的港主流大流的那些人 没有了之外,我们比之前还少了三成 这个肯定是对我们零售饮食 旅游业一定是很大的冲击 这个两位可不可以讲一下现在的情况 对白业份的情况? 旅游业就真的重灾了,不用说了 即时见效了,今天传出一些相片 机场是水净河飞 刚才黄先生说的这个数字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只看东南亚和欧美市场 其实真的不止一半 有些旅游业甚至是七成 那个跌幅是插水式的 其实这个环境底下 从来没试过突然之间 那些导游曾经有一天跟我说 喂,收牢吧 听到你真的觉得很害怕 什么叫收牢? 不用做事了 是的 是的 好像必闻也是 我们饮食业好像也是 现在开始放无薪假的 是的 这次暴力的影响 对我们饮食业是很大的冲击 这个时候好像去到我们03年的SARS 差过都没有 是的,我觉得真的差了 现在的情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冲击呢 那些游客少了,例少了之后 你不是说 现在就算我怕稳定社会之后 不会直接来的 起码是 但是起码要几年或者分了十年八年 才重建到一个信心 你占中之后 其实2014年 你其实旅游的话 真正正叫做有回复 有少少起息 是2018年到2019年 就是今年的年头 稍微好些些 其实好些些的原因 都是有一种的 有一个因素就是 港中澳大橋的喜好 加上你那个高铁 那是刺激了 现在你再来这样搞 我们真的都很害怕 接下来要过多久 因为饮食业 它本身 每年的七至九月 都是一个比较寒冬期 生意的都是比较一般的 那些集团 又有些大集团 好一些 拉上补一下 现在我们受疫事件 对这几个月 冲击力更加大 影响我们的 这七至八个月 我们都受到 结议和一些个案 会 会 我还未进入行动 再过一段时间 因为我现在 问题是哪些呢 这件事的性质 好像有些变化 因为之前 刚刚有些工会集团 都发动了300 但实际上 我们也说 现在整个反修例里面 未能的性质 已经改变了 因为政府都 我都说 政府已经判了修例 这个工作 已经是死刑 已经不再推了 实际上 很多呢 应该向港独的方向去发展 现在我就是 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有时候会 就是说 他还是争取五点的诉求 但是呢 为什么又会冲击中联办 又会 去 将国旗拆下来 扔下来 应该是 变命 变质 还有三霸 其实我自己呢 我就形容这个是三霸 那个不是罢工的霸 是霸占的霸 霸路 霸着交通 是吧 就是你不停阻止别人 你不让别人上班 别人坐车 接着呢 你强行逼别人说 要别人去罢工 其实这种行为 其实很流亡 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公会呢 说罢工 是我们公会的基本权利 因为打工就是自由 是 不过呢 我们已经说了 究竟为了什么去罢工 你有没有一些合理的理由 有些症状性 不是说 为了 我感觉上呢 其实他们对于罢工呢 好像都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 即使我不计这件事 不同意见也好 如果有信心的话呢 你没有能够去占道路 不让别人上班 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不让别人上班 很可憐啊 喝食盐给打工仔 罢工是自愿性的一件事 我之前有时候就参与工业行动 是不是 大家不是的 你强行做一些 阻止不让车门开 你搞些这样的事 接着又做路障 做些这样的事情 你强行地让别人不上班 是呀 我觉得我也是要地会说 那天呢 我是被迫罢工 是呀 有些人不能上班 有些呢 我知道那些饮食的人 找零售的人 是不能开店的 是呀 那时候呢 想上班都没有上班 其实很多人都想上班 是 被迫罢工 无奈地 基本上如果预计了上班 你就将交通 一些设施 以及一些堵收道路 我们基本上预计了 但是很可惜那天8月5号 我们带工时很惨 有没有交通吗 没有交通 没有交通 我去不了 冬铁那里也是 你选择在铁轨道 接着又开不了车 你坐在巴士 突然间公路 你突然就担一些东西出去 你阻止了 是呀 我好像听过 有些原本是上班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最后呢 有些三个小时 有些走 我看到也有几天远 可能没有车搭的时候 那些天桥 不是叫桥 那些路 那些是公路 公路的桥 那些路要走 那些路要走 都无奈地了 他又为了上班 又怕僱主 有些什么 对他们 有些人 其实我们行有些人 很早上班 就因为这件事 就特意表示不支持 接着在Facebook 都说 我回到公司了 我到了 其实是用这种无声抗议 抗议这种行为 其实是不对的 基本上任何国家 任何地方 你搞工业行动 是呼吁的 呼吁 跟着人来响应 不是迫着 制造一些这样的障碍出来 迫着你不上班 就叫做 有点强奸性质 你都没有上班 然后就宣布 有几十万人罢工 所以我觉得很无賴 对 所以我们打工制 有时常说 断人衣食 尤其是杀人父母 你有你的呼吁 我也有我上班的权利 大家都有自由的 大家都有自由的 这里是很大的 很多打工制 有很大的反感 不过我都知道 是个别 很个别的行业 我知道可能是 洪洪 或者社署 有些是请假 比平时的请假 其实我常说 请假 我们搞工会 那些不是叫罢工 这些叫公用行 但是罢工 其实为什么要搞工 要搞罢工呢 要非常之沉重 就是因为 罢工可能代价很大 如果你罢工 不成功的话 分工都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 沉重的 我感觉 就是今次 就变得很 或者政治厚力 可能变得很怡气 所以很多打工制法 反应 反弹到差 另一个就是 在今次里面 大家都会提到 我有些 对有些 尊业 其实我有些 保留 比如公务员 那些 医生 或者其他 比如有些 电台 去参与罢工 我常说 这些的尊业 我们要说尊业的精神 职业的操受 如果我看医生 我看到你戴着口罩 好像反修例 我看的时候 我会担心有些 不同的对待 有些专业 我看到有些 电台的主持也是 如果你参与政治行动的时候 你怎样令人感觉上去 你主持的节目 是很客观 发现这个 现在变成了 如果这些 其实我想说 不可能 你作为传媒 借着一个咪 在一个大空气里面 你就要把你自己的 那些东西 透过它 强行去宣传 有些东西 你是一个专业 譬如说 那些是音乐节目 我会觉得很愤怒 我明明想听音乐 我想去欣赏一些藝術的东西 你当然在音乐里面 加插这些所谓的政治的东西 我无时无日 我24小时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被迫地要去听你那些谋论的话 这些东西 其实真的在掠夺 我开始就说 骑劫 民意 现在是掠夺 将别人的喜好 我的任何东西 你都一律律律 连我的空余时间 我想去欣赏一下一个音乐 你都会播一些 加插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要谴责 你不可以这样的 你的专业就是 你一刻播音乐 你播完音乐 你走出街 你上街做什么 是你那个人的事 有时候我特地去混淆 你的职业 和你个人的自由 是两个事 譬如说 我做医生也好 我做主持也好 我做工会也好 我个人的身份 我做其他事 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有身份 会有一大问题 为什么我会说这件事呢 就是在工会 特别的工会 有些执法的 那些 如果你有太强的政治色彩 到将来你执法的时候 人家问你 喂 你是不是政治打压什么的时候 就感觉上 譬如我们 令到工会的执法 就是我们说 不偏不倚 不会因人 个人的政治因素 去选择性执法 那这个怎么给人感觉上 这是一种 专业的形象呢 或者今次里面 其实那个冲击 都会比较 但我觉得今次里面 不是纯粹一种 一般就是 能不能回工 或者这个形象 会有大 你很简单 我真的很想说一件事就是 你这个民航处里面的空管人员 十几个在这个时候来请假 这件事我觉得是要指责的 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 这是我代表我个人 我觉得政府 对于这些理系公务员 我觉得是要严肃地去处理这些人 你有一个专业 你有一个职责 你是对整个空中管理的一种职责来的 空管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是关乎到生命的事 你随便就说我不上班 我放弃了我的岗位 我放弃了我的职责 搞到整个机场 有几百 最初一百七十几百 后来说两百八 飞机要取消 这些这么危险行为 你用一个这样 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职业操守的人 去做这个岗位 很有问题 我觉得如果在政府 对于这样的人 不做一些适当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的处分 但我觉得这些人的职业 那个专业性 是值得去质疑的了 所以我们要呼吁 香港很有优秀 香港这样的运作 如何有效率 被这样的人赚上 就是我们公民队伍 有一个叫政治中立 专业型 就是我们各个专业 都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处理 不会使用太多个人的因素 个人的政治的倾向 这次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都希望我们对那些专业人士 要做任何事的时候 都想想我们的职业 专业的形象 不要破坏 有时候这些形象的破坏 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呢 我经常说我们香港 是没有实业的 我们搞多的金融服务 简单来说 就是信心的经济 对你有信心肯来 这样的时候 你才生意才好 如果对这个地方没有信心的话 这样的时候 就不利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信心一旦失去之后 不是那么容易回复的 就是很多东西 可能丢弃了 跌了接着收拾 信心一跌了 你要再回复一个信心 就是重建信心 和你原有的信心 差很远的 譬如我 现在我对香港失望了 或者我对香港唯有恐惧了 我怕了 接着你要那些人 将这种恐惧这种怕 慢慢慢慢将它降温 然后再由怕 变到都喜欢上来的时候 这个过程 比起你一下子的破坏 是漫长很多很多的 是的 所以我们说 香港重要性的两个核心格 一个就是法治 是一种一定是我们对暴力也要说不 第二个就是多元包容 很重要是包容各方面不同的意见 就是现在我们出街的时候 原来发觉白衣又不会穿得 黑又不穿得 黄都不穿得 所以现在发觉 以前觉得香港好像多姿多彩 就是你喜欢穿什么衣服也好 什么颜色都没问题 但是发觉现在好像很重 很重的 现在穿衣外出街 真的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那个颜色代表了你的立场 是的 其实说真的 很坦白一句 就是本来我自己个人 我对黄色以前 我都挺喜好的 但是近年来 因为有时黄色做到一些东西 令到社会伤害性很大 其实我就变成了 无形中学又厌污了 其实是不对的 应该多些包容 不是 因为我穿衣服那些 可能作为小事 我发觉呢 很多行业里面呢 是被人欺凌的 我现在收到不少了 现在香港现里没有自由的 有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在广场里面做接待的 是 我们在马安生做保安的 那些呢 发觉不同意见的时候呢 特别在保安里面 我们公会也要跟进的 嗯 警察进来的时候呢 你不让进去 就会被人控告 坐差100人公告 让进去之后呢 你业组立法案团 就保住自己 就竟然停人职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这些是不合理的 我们知道 我们港铁公会的主席也是这样的 说说自己 反对罢工 反对暴力的立场的时候呢 都被人起底 还有呢 有些欺凌 我认为我们其他行业 应该都不少发现 现在好像是变分 有啊 其实旅游业 我先说旅游业 其实我都刚刚 昨天才看到 就是在我们的行业群组里面 我都看到有一个post 就是 就是有个带团的 就是去韩国的 旅行团的领队 可能在上面 就是表达了自己的那个 那个意见立场 就是尤其是对于 就是我们正正这个话题 就是在罢工的问题上面 很多人就是 那天真的取消了很多航班 令到很多人出不了 是不是 就是表达了一个意见 哇 即时就 即时就会收到有恐吓的了 就是 一个人回不了香港 等等等等 就是 这一样东西 孤雯雷克最终 能不能做到这个行动 但是是令人很愤怒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是说 你要追求言论自由吗 你不是追求民主吗 但是为什么正正是 你这些人 不让人家说话 不让一个言论自由 是不是 就是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 一定要是 大家都要对着 任何情况下 都要跟这些人说 你有你的追求 你不可以扼杀别人的自由 不可以扼杀别人的民主 别人的自由 是的 我饮食都好像多了 我们饮食 是的 有些欺凌事件 我们有一个个案 有一间餐厅 他的职员 他在楼面 看到电视 评论一下 谁知道 他在支持一下 说近段时间的暴力事件 是很不对的 哇 谁知道食客听到了 原来是反对牌 上网就不断供 供到那间食市 那间餐厅 真的生意没了 那个僱主 看来都不行 他都要连回几张 近段时间 那些宣言单张 在他的门口 即是同意 同意暴力 我都是对次暴力的 就是你挺可憐 就是要被迫 他只可以这样做 其实那个僱主 他很无奈 因为他做三年 如果这样就好像 我们想起那些老人家 说香港三年来八个月里面 过日军的时候 你无论是否喜欢到 都要鞠躬 对 才给你过 现在发觉好像 现在的长官 很可憐 你千万不可以说一些 如果你在你个人那些交 什么 交際平台上面 即是那些类似Facebook之类的 是 你说了一些东西 如果是不耐听 哇 立刻你就发觉 就好像一翁倒进来 就不停地咬 很可憐 是的 而且那些是语言暴力 不是跟你讲道理 要是你去死 有些人死全家 就是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要对这些任何东西里面 我们有一种基本的 要统一的一种的 正在就是 第一个 对暴力 我们要反对任何暴力 无论你黑人也好 白人也好 总之有暴力 我们也要反对 暴力是没有政治立场的 是的 不是说 我是因为有这个政治立场 我就认为这个暴力是对的 没有的 暴力是一个道德 是的 你不可以超越了这个道德 你追求什么政治立场也好 你站在哪个位置也好 不可以认为暴力是可以存在的 所以我们有些很清真的表达 我们是反对暴力 第二个呢 我们说香港的自由民主 这种包容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的 各自去表达 但是不可以去强加其他人 如果人们不接受 就是一块很多的情况 比如风露 很多东西都好 人家有上班的时候 你硬去做的时候 就会容易引起很大的冲突 还有我们香港人很喜欢这种 大家各自有你的意见 我有意见 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什么包容的 我们这个气氛的精神 我们真的要继续去 主要去保 我们很希望香港真的要回复 这样一个香港 是的 我们讨历得很热 不知不过我们时间又差不多 我们再有机会 再进一步讨论 好吗 有空再找大家上来 聊聊我们这些 时事的热点 对我们各行各业的影响的话题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